吃一个444斤的胖哥 一年吃掉的薯片能塞满一整个浴缸 而这个只有一百斤的瘦子 一顿饭就吃两片饼干 如果让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人交换饮食 你猜谁会更痛苦 这是英国一档高分真人秀节目 医生让胖子和瘦子互相交换饮食 以帮助他们改掉不良的饮食习惯 首先登场的胖哥叫Mike 今年29岁 体重高达444斤 是他那个瘦子搭档了四倍多 俗话说得好 不想当工人的老师 不是一个好保安 Mike就一个人打着这三份工 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吃 一天六顿饭 还经常加餐 他最喜欢各种小动物 比如蒸羊糕 蒸熊掌 蒸鹿尔 烧花鸭 烧厨鸡 烧紫鹅 只要是能吃的 他一个都不放过 除了肉之外 薯片也是Mike的心头号 每次都是几包一起吃 他一年要消灭掉676包薯片 加起来能填满一个大浴缸 Mike每天摄入的热量高达5000卡路里 是同龄人的三倍之多 由于体型日益膨胀 他每次去餐厅或者坐公交车 都会成为焦点 有好心人还会善意地提醒他 哥们你悠着点 千万别把椅子给坐塌了 这让Mike幼小的心灵备受打击 更要命的是 他已经成功患上了高血压 接下来还有望获得胃癌 心肌梗塞 以及中风的青睐 Mike只想做个平平无奇 长命百岁的美男子 因此报名参加了这个节目 与试吃如命的Mike比起来 他的搭档就像在修仙 23岁的珊姆是一名空少 身高185厘米 体重却还不到100斤 连很多1米6的女孩子都不如 忙碌的工作让珊姆无暇顾及吃饭 他早饭不吃 午饭也基本不吃 很多时候一天就吃一顿晚饭 就这一顿晚饭 分量还少得可怜 他每天摄入的热量 只有Mike的五分之一 相当于一个幼童的食量 珊姆很想成为一名英伦朝男 但是因为骨瘦如柴 完全买不到合适的衣服 就连工作服都没有他的型号 需要专门定制 每个月都会在全球各地跑 吃的还那么少 这让珊姆的父亲非常担心 医生说他有很大的概率 患上肺尾腺 因此珊姆决定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 两人交换饮食的第一天 珊姆就得到了一份丰盛的早餐 看到着成敦的美食 珊姆小小的脑袋里 充满了大大的问号 早餐吃这么多 是不是过于恐怖了 另一边的麦克也很迷惑 因为他的早餐 只有两个燕麦饼干和一杯拿铁 拿来塞牙缝都不够格 就这能支撑一上午的工作 这一顿早餐交换 就让两人痛苦不堪 然而午餐又给了他们 一个更大的惊喜 珊姆得到了一个塞满了鸡肉 黄瓜 菠菜和沙拉酱的 超级巨屋霸汉堡 外加两袋薯片 一根巧克力棒 和两大杯可乐 放在一起能堆成一座山 对于珊姆来说 光是看到这样的景象 就让人窒息 看着他弱小无助的目光 麦克解释道 因为自己平时工作比较累 所以午餐时 他会适当地补充一下能量 不过今天这些能量 都是珊姆的 麦克就只交换到了 一份空气大餐 他只能百无聊赖地 把玩着餐店 吸收西北风的精华 看着连续饿了两顿的麦克 珊姆觉得有些愧疚 并向他道了歉 麦克倒是很善解人意 他反过来安慰道 真有啥好道歉的 咱就是因为饮食不正常 才来着的 晚餐时 珊姆又得到了堆积如山的 意大利面和奶酪 不过麦克也终于结束了 和空气的纠缠 见到了食物的样子 他得到了一份迷你鸡肉沙拉 此清此景 他不禁由衷地感叹道 工作这么累 你靠这点玩意儿 竟然能活到现在 这可真是个医学奇迹 两人一边吃一边聊到了童年 麦克说出了 他变胖的真正原因 原来他有一个特别宠他的爷爷 两人感情深厚 在爷爷的头位下 他到了11岁就变成了一个大胖子 另一边 珊姆也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鼓励他好好改造 变肥变胖变健康 父亲还开玩笑说 你已经长大了 一定可以一个人吃完整个三明治 说到动情处 两人都热泪盈眶 珊姆小鸟依然地依偎在 麦克的怀里 麦克则温柔地抚摸着 他的小脑袋 这温馨和谐的氛围 持续到第二天的午餐时间 便戛然而止 珊姆一脸无奈地看着面前 超大份的雅买加鸡肉饭 而可怜的麦克又收获了一份空气大餐 看着空荡荡的桌面 他再次对珊姆发出了灵魂拷问 老弟 你平时真的不会饿吗 一转眼就到了最后的晚餐 珊姆的晚饭依旧丰盛 麦克也喜笑颜开 因为他终于又吃上饭了 但他的脸上写满了幸福 人生头一回觉得寿司竟然这般美味 经过两天的相处 他们都意识到自己的饮食习惯 原来这么不健康 两个人从医生那里拿到了定制的食谱 决定好好改变 再次相见已经是两个月后 他们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珊姆开始认真对待一日三餐 经常给自己加餐 每天吃的食物是之前的两倍多 现在成功胖了6.4斤 而麦克则完全戒掉了薯片和碳酸饮料 经常去健身房运动 实在嘴馋的时候 也是吃低脂高蛋白的健康零食 在他的努力下 体重足足减了45斤 血压也变得正常 得知结果的麦克喜极而弃 两个人兴奋地手舞足蹈 这短短两天的交换饮食之旅 却是他们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